2021年7月3日 扬声大师萨南达 金色圣爱之语 传导莫妮克马修 译者卢颖 让你们的心对圣爱敞开吧 我将安慰那些处于痛苦中的人 我将使你们每个人内在的圣爱成长起来 我将使你们的伤口愈合 我将帮助你们以最佳方式继续走自己的路 我只要求你们意识到我临在于你们身边 我只要求你们敞开心灵来迎接我 我只要求你们怀有信心 尽量让自己的头脑智力闭嘴 我只要求你们接受我送给你们的 现在我要沉默一小会儿 在这沉默当中 我不仅会把这能量 这圣爱的振动放置在你们心里 还会激活你们所有的圣爱中心 要保持敞开 要接受这个振动 接受我送给你们的这个能量 要在这爱中成长 我送给你们的这个圣爱振动能量 会在你们身体中产生不同的影响 有些人会感觉到一股非常大的热量 另一些人则会觉得被拉向高处 还有些人会感到轻微的次养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巨大的平静 安定 都能感受到我放置在你们内在的那股力量 去体验这力量 这安定 这信心 这巨大的内在欢乐吧 沉醉于我所事中 沉醉于这振动中 沉醉于圣爱能量中吧 现在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想摆脱的一切送给我 把目前阻碍自己进化的一切送给我 也就是说 你们可以把肉体痛苦 情感痛苦 所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痛苦都送给我 把它们放在我的光之手上 我会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 只要你们知道我能在你们内在创造奇迹 就会坚信自己所期待的大部分都会实现 不要有任何怀疑 一丝怀疑都不要有 现在我让你们丢掉在灵性道路上和进化过程中阻碍你们的一切 我会接收它们并将其消除在光中 消除在爱中 莫尼克 现在她比刚才更明亮了 她对我说 我要让一场金色光雨落到你们身上 这是圣爱之雨 它将进入你们身体的最深处 它将尽其所能地更新你们的细胞 在离开你们之前 我还想对你们说的是 银河兄弟正在你们行星周围进行重大活动 在可见与不可见的一切层面上都发生住大量事件 无论是在政治层面 社会层面 意识层面 还是在宗教层面 一切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动 而你们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你们中有些人说 在你们的世界上什么都没发生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在你们内在和周围正发生住大量事件 一切都在各就其位 暗光将结束其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当然这不会明天就发生 因为人类还有一些东西要学习 那就是尊重 友善和圣爱 人们的体验将加速进行 你们地球母亲的体验也是如此 在你们的太阳系中 某些事物也将加速就位 要坚信你们没有被遗忘 要坚信地球的孩子们 在以某种方式受到高度保护 此时最重要的是唤醒自己 使自己觉悟到圣爱 这圣爱是打开你们自身门户的钥匙 它将保护你们免遭任何伤害 它也是使你们与我们的飞船 与我之所是 与我们之所是持久连接的关键所在 我祝福你们 要坚信我带给你们的远超乎你们的想象 当然 这不会立刻就来到你们的意识中 但你们将注意到 在某种情况下 自己的行动会变得容易很多 你们会对自己有更多的信心 你们会发现 一直对你们遮蔽住的 圣爱的一些面向 我祝福你们 我对你们的爱超乎人类对爱的构想 我很高兴 因为我的使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真正完成了 你们要利用剩余的时间在深爱中成长 让自己觉悟到一种更高的意识 体验到对自身和众生的更多友善与尊重 总之 要让自己为将提供给你们的做好准备 接受祝福吧 地球兄弟们 我可以这样称呼你们 因为我曾是你们中的一员 那对我来说是不久前的事仿佛就在昨天 尽管对你们来说已经过去了好多个世纪 愿圣爱始终在你们心中 别对我关上门 要让它始终敞开 好让我能进入其中 并使你们感知到我的临在和我的深爱 光之雨 一切都是有益的 对于世界的进化 一切都是有益的 对于行星的进化 一切都是有益的 对于行星上万物的进化 一切都是有益的 即使经历艰难困苦 你们也要始终与内在的神性连接 提升自己的意识 向着美好 神圣与光明 你们会发现 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黑暗的路程 无论发生什么 生活都是那么美妙神奇 应当知晓 生活是天父所赠的一份厚礼 你们也在不断创造生活 就像天父一样 你们的创造是通过思想 话语和爱 你们在经历非凡的时期 祝福每一个日子吧 祝福所有经历 祝福欢乐与智慧 祝福那在你们内在成长起来的圣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